很久没有说过楼市的东西 我觉得香港楼市永远是很有趣的 很有趣 现在我给大家看两个图 红线就是二手楼的销售量 蓝线就是新楼 一手楼 看看这几年 这十几十年 发生了什么事 这些数据是来自美联物业提供的数据 1997年不要说了 1997年大家都知道什么事 二手楼就净买了 接着跌下来 剩好几年 大家都记得 亚洲金融风暴 98年 静静静静静了一排 维持在5万的水平 大概 沙士最冷冰了 冰封了 接着反弹 拆上去 自由行开始 大陆人来买楼 那一刻就很厉害 大家可能还记得 如刺拌饭的日子 应该记得 就是03到10那段起飞时间 由5万的水平 插到12、3万 12、3万 二手市场很活跃 之后就是了 接着开始冷却了 其实大概12、13年 就是中国经济就遇到冷风 就是开始以前是说 我们要增长 是要说8、7 接着开始就是 第一次爆破 那个股市 那两年时间 就插回去 冰封期了 这段5万水平是冰封期 其实自此就一直不计 一直不计 一直偏弱 交投越来越弱 最近跌了 2020年 大家知道 10月23日 即是 要么有两个月 多些时间 还有 不过 今年 大家知道 一来 COVID 但是 反过来 很多人可能想脱手 应该怎么都肯减价 交投 两股力量抗衡下 暂时的成绩是这样 那就看最后这两个月 一向来说 都很难说 有时就是 但是 最后冬季 譬如我们温哥 冬天 就凤子没有人看楼 因为这些人 圣诞大过天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等于 中国人过年大过天 就什么都不做 而且这里又冷 一冷又不能上去 但是香港就可能会 特别一点 没什么太 重要的影响 那看回新楼 你就看到新楼 是相对非常稳定的 相对上非常稳定 当然他们的高峰期 都是早年 然后开始就是 一直维持大概这样的水平 就不同 旧楼 真的由高峰跌下来 是跌了三分之二的 而新楼今年又偏弱 我相信是COVID最主要 还有就是 他们平稳 当然因为他们 供应也有限度 他们建楼离开 所以那几个发展商 都是起来起去 始终是有限的 速度的供应 但是你看到他们 就不受这个大报复 大家都知道 因为近年 你想买楼 新楼不但只 要是靓 展销中心靓 吸引 排长龙 懂做广告 入场费是比较 就是他可能 一些小盘 变成你上车容易 更重要 当然就是按揭 就是 人家可以 无所不容其的 新楼 九成按揭 九成半按揭 或者以前轻过一轮 或者以前轻过一轮 什么呼吸 plan 就是总之 你没有钱 我借钱给你买 但是你变成旧楼 就没得跟他争 是没得争 所以其实你看到 市场 整体当然是活跃 跟高峰期无得比 跟大陆 经济真正起飞的年代 过去了 他真正起飞的年代 但是 这个时候发展商 就是他的自保 他又保住了自己 那当然真正受创的 就是二手市场 所以大家看到 先不要说未来 你看到 就算照中国这样的 发展来说 这个故事 其实已经完结了 那你对比之下 比如说有些新闻 都是跟他说 说现在香港这个 这个 这个 既然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刚刚才买了 Penhouse 是价值 31个million的美金 这样 但是 他大概都承认 这个交易的 当然大跌 那当然很好解释 就是说 那个COVID 就是说港元 港元七万一千千尺 那 那 当然就是 这些这样的交易 你当然是要 那些交易 到底是否有时候 用来做样子 是吧 就是 就是说给你听 用来定价 设定价 那样 而成交量方面 上半年 比上年同期 就跌了六成 那 刚刚UBS 是有一个关于 这个全球的房地产的 bubble index 那 就看一看 那当然这些东西 一向都得淡笑的 他们说的 那些东西 就是等于他说 那个 这些东西 这个马蚁金服 值多少钱 就是他说 你就相信 但是anyway 都很有趣 就是香港1.79 他当然 数字越大 就越overvalued 红色就去到bubble area 那香港一向都是bubble area 那 但是相对就跌了少少 是吧 由2.03跌回到1.79 那当然 也是 远高于东京 色尼也好 新加坡也好 这些真是不值一提 反而 大家看到 原来香港还有 比较更高 莫尼克 大家 现在开始 热冲的伦敦 就1.26 阿姆斯特丹1.52 这些都是比较 高危的地方 巴黎 多伦多 多伦多 原来都这么危险的 长期都处于高水平 反而温哥华呢 跌了下来 哈哈哈哈 跌了很多 这个也是不需要问的了 这几个月 温哥华的确热了很多 因为想到不用想了 大家都知道 香港还有30万加拿大籍的人在 随时会回流 不过这个也是两年前的数字 现在可能陆陆续续 已经有人回来 所以呢 特别是这几个月 COVID之后 解封之后 开始又热了 那究竟现在是不是 入市好时机呢 是吧 既然UBS都说 是这个 那其实大家当然 你去移民英国就不用想了 是吧 是英国那边的 但是英国我当然也不敢说的 猛虎必然不及地头重 即是如果就算将来到英国 我当然是要找当地 住了一段时间的人去大路 自己在那边也 不停地住一段时间 那我才觉得舒服 否则呢 通常都是好意出错 但是呢 这个就是 温哥华当然我就敢说 那 先说到这里 不想差太远了 海外的留下另一条影片说 说回香港 其实大家也知道我真正的立场 对吧 其实有一期 我忘记了 我是扮演什么大师 说笑而已 我只是演戏而已 叫人 叫人快点 你老妈 现在中国起飞 快点投资 当然我是说笑的 演戏我说得明白 而我也深信 中国接下来的 这个scam 这个 这个 特别是这班金融scam IPO scam 最终 这次 譬如说 螞蟻金服 全国有超过一千万的 retail investors 小市民 去投资 香港定价 亦定到四千多元 就能入手了 即是目标 基本上是 亚毛 那些血本 那些 所以看来 一闻到一股味 就很精彩 是很精彩 那我真正的立场 当然就是 我一开channel 没多久 我就叫大家 不如就卖光 卖光 卖光 那今天也不会变 只是说 你越迟就越扑街 就是这么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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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